好,那我们来开始吧 那今天跟昨天的话呢 老师遇到一些问题 有很多同学恨不得一天都在学啊 这个状态很好啊 真没水啊 你这个名字起的 我觉得还是 还是非常的独特啊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和昨天 大家都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我在这个阶段呢 我其实是想这个刻意规避一下的 不太想跟大家说太多 但是呢这个大家有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 跟大家这个提一下啊 有的同学可能 先听我说一下啊 有的同学可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有的同学可能遇到过了 遇到过的话呢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水哥啊 好,来看一看啊 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说 我们每天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你要来这个 我先把它关掉啊 我说我这个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close project的 然后呢 我跟大家说 我们每次写代码的话 要create一个new project 好,大家自己听我说啊 我这个里边会说的一个问题 大家共同遇到这个 很多同学遇到的问题啊 我们说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创建的时候呢 比方说啊 我如果想把它放在我的桌面上 来一个demo吧 这个项目叫demo 那我找到我的一个桌面 然后呢点一下它 好,有同学是这样写的啊 说我写桌面完了之后 我在这儿接着写一个 demo 我直接这样写 来,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呢 会报错 它会说这个 找到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那我真的就想把它放在我桌面上 有一个叫demo的一个工程 我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直接在桌面上新建一个啊 来,这里边呢 新建一个叫demo 那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夹是不是就存在了呀 存在的话呢 你现在往里边放就可以了 你这样点OK就是可以的 明白不 这是一个啊 然后呢 但是注意啊 这个地方写完之后呢 还不行 你看这个地方我选的时候 没有用上啊 你在这里边再给它加上一个demo就行 你要记住啊 关键的点在于这个location 看到没有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就这个啊 明白不 关键的是这个 这个地方 其实你在这选的话呢 你选不选得到都无所谓 对,如果你要能够记得这个路径到底是啥 你可以把这个删掉好 直接写 C盘这个 杠,youders 然后这个 叫什么 叫这个 crease 然后这个 杠,desk,tof 然后叫demo 你自己写都行 明白不 关键在于这个location 明白不 来 这个地方如果我这个demo 我给它删掉啊 我现在这个桌面上没有demo了 我现在写location 写一个demo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自动的在桌面上 给我创建一个demo 看到没有 没有问题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啊 关键 我们之前有两个 有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选择 选择我们那个 位置 我再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把它关掉啊 close 好 选择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选 选完之后呢 这里边 如果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你是写不了的 但是最终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写 明白不 你可以在这写一个 你再写一个什么样 你看桌面上 我再写一个叫 test 桌面上现在有test的这个文件夹吗 没有 没有 你写了一个test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在桌面上 创建test的这么一个文件夹 它会自己创建啊 好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关键在于这个location啊 没有 对 五月份说了 没有 没有的话呢 它会自动创建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它会自己创建 这个呢 大家要明白 关键在于这个location啊 好 这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问题 好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 来 我再跟大家演示一个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呢 有很多同学都遇到过啊 来注意啊 我跟大家写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叫什么呢 叫test.py 好 我在我这个test.py里面写个代码 叫printhelloword 大家看 我现在是不是打写了一个helloword这个代码 是不是啊 我现在想要运行它 我可以怎么样运行呢 大家知道吗 运行这个test.py 让这个helloword的输出出来 我能怎么办呢 在我的这个cmd里边 然后呢 cd到我这个desktop 用这个python test.py 是不是现在 对 有同学说了啊 这个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cmd 是不是能用这个命令 来给它敲出来啊 对 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有同学说 老师 我能不能这样啊 我发现刚才老师说了一个东西 用这个pycharm挺好用的 是不是 我能不能这样 我来一个右键啊 来一个打开方式 我找这个 右键里边 正好有一个pycharm打开方式 是不是 打开一下它 用pycharm打开一下 我在这个pycharm里边 给它运行一下 看行不行 来我们运行一下啊 来 run一下 哎 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现在呢 就爆错了 对 不行啊 有同学是不是试过 有没有同学试过的 对 有同学 你肯定 你在说不行的 肯定是试过的啊 不要这么做啊 大家注意这个 这个方法的话呢 不要这么干 这么干呢 会有问题啊 这么干会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 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以后不要再这么试了啊 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呢 其实非常的 这个也好 很好理解啊 很好理解 对 有同学问问问问是不是 你这个话说的很糙 但是我听懂了 对 因为需要环境啊 那我跟大家讲一讲啊 本来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不是太想跟大家详细的说的 我本来想这个 让大家记住正确的操作 但是呢 大家这个思想都很活跃啊 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试错 终于把这个错误给试出来了 那我这里边呢 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本来呢 我想的是 大家按照我说的 然后好好老老实实的做 就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大家整出问题来了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样做不行的呢 那其实呢 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看啊 在我这个创建一个新的工程的时候 比方说我现在创建一个工程 在哪呢 在桌面上 我给它起一个名叫Demo 待会我的桌面上 是不是就会多一个Demo的文件夹啊 好 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呢 不着急点这个create 看到没有 先不 你不用着急啊 我们问大家问题啊 大家一个 我不要着急 我一个跟大家说 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 然后怎么样解决 我都会说到啊 好 那大家注意 我现在不着急点这个create 不着急点这个create 大家可以看看这啊 这下边呢 有一个小箭头 看到这个了没有 看到这个了没有 这个小箭头的话呢 非常的有意义啊 但是之前呢 我没有跟大家说 我没有让大家点 我本来就是想让大家这个 按照我的正确操作 然后直接操作就行了 那这个里边呢 其实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啊 叫这个project interpreter 叫new virtual environment 看到这个词了没有 这个词啥意思啊 virtual environment virtual 这个词 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吗 virtual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啊 这个叫虚拟的 虚拟环境的一个概念 虚拟环境的概念 这下边的话呢 有一个东西啊 叫这个 这个叫新建啊 你用哪个虚拟环境呢 一个是你新建一个 新的虚拟环境 一个是一个新建 新的虚拟环境 然后呢 这个location啊 大家可以看看 location这就是位置的意思啊 你如果选这个 新建一个新的虚拟环境 它会在哪呢 会在你这个user crease desktop demo 大家看这一段 是不是就是你项目的 保存的地址啊 在你项目里边 会多一个叫venv 的这个文件夹 大家可以看看啊 我们上午的时候 跟大家创建了一个项目的时候 你看 我们在这个代码里边创建 每一次创建一个项目 都会多一个vgnv这个文件夹 大家看到没有 都会多一个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就是我们的虚拟环境 上午说到了 对 上午说到了啊 就是这个虚拟环境啊 它就是我们这个虚拟环境 那其实你每创建一个工程 它就会有一个对应的这个虚拟环境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虚拟环境呢 是一个location的比较重要 还有下来一个啊 叫base interpreter 什么叫base interpreter呢 啊 这个是啥玩意儿呢 好 大家看看啊 我们先把这个 我先 嗯 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啊 我上午的时候 我们新建的有一个工程啊 来open 打开我们上午的这个 课程里边的啊 Chris这个 desktop 代码这啊 来open啊 new window啊 来一个新的商口 有同学问过 this window和new window的区别啊 就在这啊 看到没有 两个窗口了啊 大家看啊 这个这个工程啊 现在是我们上午创建的这个工程 你看 我上午直接点一下 点那个右键 来一个run 运行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直接把这个hello world 给它运行出来了呀 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我这么写了之后 它就能够把这个hello world 给我运行出来的呢 以前我们都怎么运行的呀 以前我们都是写cmd 然后来个python 然后来个testp 把这个文件交给python解释器来做的 是不是 哎 现在怎么就不用文件解释器 怎么一下右键 右键一run就行了呢 怎么就右键一run就行了呢 他咋知道找谁来运行呢 他怎么知道运行的时候 要找哪个东西呢 你看我们之前啊 在我们运行这个什么 来个这个 这个cd到这个desktop 我们直接写python testp 的时候 你每一次这样写 我们是不是还配置过环境变量 告诉他到哪找python 是不是 是不是到哪个位置找python 然后他才能够运行 那现在怎么这个编音器 就这么厉害 我一右键 他就知道找到哪个python 然后来运行我这个 运行我这个hello world 答应我这个hello world呢 有同学说了接口 其实是在这 大家看他其实是有理可寻的 来我给大家创建一个叫demo Demo 大家看到这 看到这下边的吗 有一个叫base interpreter 大家看看这个base interpreter 看看这个路径 眼熟吗 大家 眼熟不眼熟 c盘 yielders crease appdata local programs python python37 python.exe 看到这个了吗 看到这玩意了吗 大家 眼熟是吧 王娟说眼熟是不是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python的安装路径 其实在你创建项目的时候 在你创建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这个工具了 待会我要run的时候 我待会右键run的时候 你到底找哪个 找谁来解释这段代码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代码 对 很好 就是找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base interpreter 就是找他来解释我们这个代码 python的安装路径 明白吧 这么一个情况 能力解释吧 好 那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来 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 大家看 刚才呢 我桌面上有一个叫 testp1文件 这个文件 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我直接右键它 在这个打开方式 用python给它打开 我现在直接运行它 大家猜一下 为什么 它不能够直接运行 为什么不能够直接运行 它做这个框 为啥呢 大家知道吗 来我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响应 有没有同学知道 对 有同学说的对啊 这个阳销是吧 说的很对 没有设置解释器 对 有没有设置这个虚拟环境 对 没有指定那个路径啊 大概意思都一样 对 大家说的很对啊 说明大家在思考啊 很好很棒啊 确实是啊 因为我们刚才你注意啊 我们刚才是杂手指定的 这个虚拟环境的 就是new project的 创建新的工程的时候 才指定的这个环境 是不是 那你这个testp1这个文件 你是新建的工程吗 你不是啊 你不是直接新建了一个文件吗 直接把这个文件放在这了 你现在直接运行这个文件 这个pyshub嘛 他也懵了 他也懵逼了 是不是 说我哎 你要运行 我到底咋运行呢 按照用哪个解释器来运行呢 你没有告诉我 如果你是通过这个new project的 新建工程的时候 在这儿 其实已经告诉他了 哎 用这个解释器 是不是啊 能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哎 当你写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你会 你会告诉他 哎 你用这个解释器来做啊 来解释啊 他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啊 你现在是创建了一个文件 直接用键 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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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上打开 他是不认识的 对 刘伟说了啊 相当于跳过了第一步 没有设置这个解释器 明白不 这些会报错 那能不能给他设置解释器呢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run 来 这个时候呢 就告诉你 没有解释器 那没有解释器 我们能不能给他来个解释器呢 哎 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看啊 在哪个地方呢 看到啊 environment 环境里边 有一个叫 Python Interpreter 看到没有 Python的 解释器 现在有没有解释器啊 叫 No Interpreter 什么意思啊 叫 没有解释器 是不是啊 叫没有解释器啊 那没有解释器的话 大家看 我能不能给他来一个解释器啊 大家看 下面有没有啊 有没有可以选的 你看这里边 Cpun Udus Chris 我们不找这个啊 大家注意 这些我们都不找啊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来找一个 自己的一个解释器啊 嗯 我们可以找一个谁呢 找一个这个 基本的解释器啊 来看看啊 这个里边 Interpreter Scribes 这个Pyramus啊 好 那在这的话呢 我看看找 能不能找到啊 好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找这个 我想找那个谁 找我们那个 那个就是 安装的那个 跟路径的这个解释器 他现在好像找不到 是不是 大家注意 在这里边 能不能找到啊 你看看 有没有啊 他这是之前的啊 这其他的解释器 我想找到谁呢 让谁来解释他呢 让我们那个C盘 就是这个玩意啊 来我跟大家找一下啊 我就想让他 我们这个C盘里边的这个 用户 Chris 这个叫 AppData Local 叫Programs Python Python37啊 Python37啊 不是刚才2啊 Python37这里边 我想让这个 Python.exe 来解析 我这个test的这个代码 怎么整呢 啊 我发现运行完了之后呢 这里边呢 找不到这个解释器啊 那我跟大家讲讲啊 在哪可以配置这个解释器啊 在我们这啊 Fill 这个叫Settings啊 这个里边有一个叫 在我们这个叫Project的啊 这个里边 Project的Interpreter 看到这个地方了吗 Settings Project的Interpreter 对 有同学问 创建工程师可以设置 我们待会再来说啊 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Project的Interpreter 大家看在这啊 它一个NoInterpreter 来修All 这个里边呢 有很多 有很多的话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红色的是不能用的啊 红色的已经删掉了 那这些的话也不要用 大家看啊 这个呢 是别的工程的这个解释器 你看 这个是Python基础 D02 D02里边一个解释器 不要用这个D02里边 那大家看 来新建一个啊 我要用谁呢 用一个已经存在的解释器 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叫C盘这个 Yodas Chris App Data Local Program Share 直接这么写吧 直接找了啊 Local这个 Programs 然后这个 Python Python37 然后这里边找的谁呢 Python.ex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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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OK 来 再来一个OK 大家看啊 我现在再来运行 你等待会儿啊 大家看到这下边了吗 有一个index 你看到没有 正在构建啊 你现在这个run的话是灰的 看到没有 灰色的还得等待会儿啊 有一个啊 正在运行啊 运行完了这个构建 下面一个构建啊 现在一个精度条走完 走完之后 大家看再来运行走 这样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哎 其实它的一个工作就是干嘛的呢 就是我要告诉一下这个PyCharm 你待会儿到底以哪个Python命令 来执行我们这个代码 没有吧 到底以哪个Python的命令 来执行我那个代码 这是中间的一个设置啊 那我跟大家讲了 我本来不太想说这个东西 因为它还是有点复杂的 我们现在呢 目前这个阶段啊 了解的只是一个基础 没有吧 了解的只是一个基础 只是知道这个虚拟环境的一个概念 其实它这个里边呢 还是东西还是有点多的啊 还是有些多的 本来我想的是 大家都好好的听我的 然后你有一个project的啊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然后就完事了 但是大家的话呢 想法比较多啊 也做了很多尝试啊 我鼓励大家做这些事啊 鼓励大家做这些事 那这个里边呢 会有一些这个会有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的 现在知道了吧 啊 没问题吧 好 这么一个问题啊 好 我把这个呢给大家删掉啊 这个是我们呃 这个这个的问题啊 如果你自己创建了一个Py文件 你使用这个 你现在使用那个什么呀 打开方式 你直接使用我们这个PyCharm打开啊 它为什么不能够运行的原因 以及这个解决方案都跟大家说了啊 哎 我再说一下解决方案在这啊 再跟大家演示一遍啊 刚才的操作可能有点快啊 有的同学可能网络不好啊 一下就把这个有些时候说的一些话啊 一卡就卡过去了 是不是 我也理解大家的情况啊 用PyCharm打开 哎 怎么没打开呢 好 我把它关掉啊 这个地方好像打开了啊 把它给关掉啊 然后呢 右键打开方式用谁呢 拍上面来做啊 这个解决方案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 在这个Fill这个Settings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叫Project的这个里边 有个Project的Project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呢 你需要再选一下这个选一下这个环境啊 选一下环境 这个环境就是我们那个PyCharm的安装路径就可以了 有同学说 冉博凡说没打开一个Py就要重新点一下环境 怎么回事啊 不要直接打开P1文件啊 这个这个操作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你右键直接打开P1文件这个操作 直接用这个PyCharm打开 这个操作是不推荐的 没有 不要这么干 你要做的话是怎么做的呢 你每来一个这个 每来一个这个 每创建一次工程的时候 你就来怎么样的 你每一次写代码都来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都来create一个New Project 怎么样吧 冉博凡你注意啊 我们不是不要这样做 不要使用那个PyCharm打开一个单独的P1文件 那这样的话你每次打开这个P1文件 可能都要设置一下 明白吧 哎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把这个整个啊 作为一个项目打开的 明白吧 就是作为一个工程 就是我这里边整个做完之后呢 把这个整个工程呢 放到我们这个代码里边 不要单独打开一个文件 不要你也不要这样啊 右键说你说老师 我打开方式用PyCharm打开 不是这样打的啊 我们打开的时候怎么打开的呀 哎你看你open的时候 应该怎么open的啊 哎 点错了不好意思啊 对以工程没单位打开啊 不要以单个文件打开 你单个文件打开的话 肯定它这个环境是不保存的啊 不是不需要设置100个 你不要打开100个文件啊 啊对对有的啊 这个同学是在访问他啊 好这个你open的时候 打开是不是 打开一个工程 你不要以单个文件打开 来我们找到这个desktop 你看我要打开一个工程 刚才我是不是有 对02有个代码这个工程啊 我们找到这个派讯基础 然后找到对02 我打开这个整个工程就可以了 不要打开这单个文件明白吧 这个工程联合的这个 联合这个代码里边 所有东西 直接我打开这个文件夹就行了 不要单独打开一个文件啊 打单独打开一个文件的话 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我们设置的时候 是以工程为单位啊 以工程为单位 整个设置这个环境变量的 单独一个文件是不行的 OK明白了啊 好这个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 我看有很多同学这个 做了这种尝试啊 因为我本来想的是 大家按照我说的来做就行了 大家这个有各自的想法 有相反是好事哈 搜个是吧 终于解决了是不是 OK把这个停一下啊 好 好 谢谢观看